她是原住民小朋友沈靜怡 每年幼稚園 剛進中正國小一年級時 連住院符號都不會 甚至不太愛說話 透過攜手計劃課後輔助方案 靜怡跟上進度了 她做得非常好的時候 在班下給她鼓勵 她只要有住院符號 她進度了一點點 就會在班下跟她說 靜怡她本來什麼都不會 可是她現在已經學會了什麼 那就在班下給她加強 她會很開心 從她展露校園的臉上 我們看見學習帶給她的快樂 甚至因為表現優異 還獲得和校長合影的獎勵 因為這個學生的進度 我們可以把它拉慢一點 陪著她一起學習 那現在這個學生已經二年級了 那這個學生目前的表現 在國語能力方面 就可以跟得上我們一般的 像靜怡這樣 透過攜手計劃 而獲得幫助的孩子 線內還有很多很多 這些孩子在學習路上 被石頭絆倒了 但是他們不想放棄自己 渴望克服困難 繼續學習成長的呼喊 幸福聽見了 今年度透過教育部輔助 2000萬幫助5000名孩子 放學後留下來 接受課後輔導 針對課業加強 讓每個孩子 都能跟上學習的腳步 我們可以感受到學生的 他的自信心 他會感覺到 每一個人天生我才必有用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用對的方法 只要有好的人 來幫助你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能夠成長 如果孩子在他學習的過程裡面 發生了困難 在教育的過程裡面 教育當局呢 能夠提供適當的資源的話呢 對孩子的這個學習 會導致他未來 再犯相同的一個錯誤 或是不足 透過縣內700多位 熱愛教育的老師們 無私奉獻付出 大手吸小手 扶孩子一把 也徹底實現邱縣長 把每個孩子 帶上來的教育理念 讚